有中共民航官員披露 中國民航的國際航線已經連續三年虧損 去年虧損高達219億元 大陸報導說 虧損的原因是因為 中國出入境極度不平衡 過度依賴國內出境的貢獻 卻無法從入境遊上獲得更多 據大陸媒體報導 中共航空運輸協會理事長李軍在一個論壇上披露 中國民航的國際航線已經連續三年虧損 2018年整體虧損達219億元 報導說 中共航空企業在國際業務上的慘況 是中國出入境旅遊存在極度不平衡的結構造成的 而且它過度依賴國內出境的貢獻 卻無法從入境遊上獲得更多 大陸經濟學者何君橋則表示 在油價沒有上漲甚至下跌的情況下 國際航線出現巨額虧損 跟國內經濟環境差 及入境遊的遊客大幅減少有關 對於出入境旅遊存在極度不平衡的結構 何君橋認為 這跟貿易戰導致的投資活動減少有關 通常情況下 穩定的國際航線客運輸 不僅與商務客流充裕有關 更大部分是依靠旅遊客流作為支撐 而中國的國際航線旅遊客流近幾年出現很大問題 大陸協程旅行網創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日前透露 入境遊形勢面臨嚴峻困境 相比出境遊增長非常緩慢 中國旅遊貿易逆差已經超過2000億美金 一組來自世界銀行的數據也顯示 2017年 中國的入境遊旅客才6000多萬 而出境遊旅客人數則已超過1億4000萬 加拿大一家大型旅行公司部門主管劉先生告訴新唐人 中國入境遊越來越慘淡 與國際政治環境有關 他說 自孟晚舟事件後 加拿大公民在中國相繼被抓 美國和加拿大現後發布對中國旅行的升級警告 很大一部分西人就取消了中國旅行的計劃 或改去其它亞洲國家 遊客下跌幅度非常大 入境人數減少也與國內政治環境有關 劉先生說 新疆西藏敏感地區 西人要先報備並得到官方許可後 才能拿到簽證 而其它非敏感地方 即使拿到簽證進入中國 在住宿和行蹤方面也會受到嚴格的管制 劉先生也表示 現在出境人數增多的原因是 許多人在為自己和家人留一條後路 到海外尋找出路 何君橋表示 中國行企在國際業務上之所以拒虧 表面的原因是出入境旅遊的結構問題 而深層的原因是中共管制社會導致的官旗壟斷 航空公司這個有些航線不掙錢這個事實 如果是民企它不會去開這樣一條航線 開了以後發現要虧損 它也會馬上關閉 不會因為某些原因去開幣 並且繼續保持 它是合乎這個經濟規律的 但是你關起就不一樣 它會有各種各樣的一個考慮 虧損 可能還是其次 何君橋表示 包括中石油、中石化 以及中共國家電網 把壟斷行業都做成了虧損 也只有在中國這個奇特的社會制度下才會出現